接下来请洪梦凯委员发言 院长各位同仁 我想昨天我们看到有一则新闻正是震惊我们全台湾 有英国籍跟澳洲籍的情侣来到台湾做转机的部分 因为要居家隔离 而他们变称说自己没有费用无法负担 我们花莲县政府马上协助以最方便的一个居家隔离所 来帮他们做一个隔离 而一天只收三餐费用250多块钱 一个人住八人房 这样的一个好山好水好环境 的一个贴心服务 居然还被将英国籍的女子控告到BBC 讲说这个是向监狱的做法 本席在这边郑重的把这事情点出来 也认为英国籍的女子根本在诬陷台湾 你是在哈喽吗 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属实的话 因为坚佑传出说 当他14天居家隔离期满之后 还可以领取我们的居家隔离补助 一万四千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本席在今天郑重的要求我们绝对不能 发放一万四千元因为这根本就是对于台湾这段时间防疫的努力 以及我们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对于疫情 以及对于国外观光客 我们给予的必要协助的严重打击 我们要说当时振兴纾困条例 我们不分朝野 共同一致通过的时候 就是其中很重要的防疫隔离的今天 一天一千元 我们当时考量的就是国内的很多民众 也许他会有生技上的需求 也许他会有生技上的不足 也因此我们以一天一千元的方式来给他居家隔离照顾 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外国籍的人士来到台湾 享用我们台湾的资源 享用我们台湾的人情 享用我们所有公务同仁对他们的一个照顾 不仅不感恩 反而还在国际社会上污蔑台湾 在居家隔离的部分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们要说 如果今天他们居家隔离期满 还可以让他领到一万四千元的全民纳税钱的话 那分明就是把台湾人的热情 台湾人的良心 台湾人的善良 热脸贴向冷屁股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 今天面对疫情 我们以最谨慎乐观 以及小心翼翼的态度 全体国人两千三百万人 上下一心 我们要共同努力 但是如果有任何不实的一个报道 我们请相关部会都要予以反驳 并且我们要求这些英国籍人士慢走不送 谢谢红委员